王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俊凯 我没什么可以坚持的 也没什么要放弃的 为什么我们的一生中 总会有那么多的难题 我觉得压力会有 但是其实也挺兴奋的 因为这样一个班底 他有好多的前辈 就是在里边 也可以去像 主要是其实是一个学习 吸收营养的一个心态过程 就是郝雷老师 从那么一线细 就能够看出来 郝雷老师的一个敬业的一个程度 就特别的有感触 其实就会刺激到你 就会感觉越来越进入状态 我觉得都是那种互相学习 我们都是互相进步的那种 就是大家对于自己的人物 或者对那场戏觉得自己有多的想法 都可以跟导演提 让我们四个呢就是经常就是 坐在一个地方 就是去讨论这个 这个膝盖怎么演 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就是叛逆的感觉 因为青春期也是刚过 就是还能够找到那种感觉 过没有青春期 也没过吧 就是叛逆期 就那个时候的状态 还能够找到一点 反抗的东西就是 每天早上睡觉睡醒的时候 特别想反抗 就不要起来多睡一会 那种感情反抗可以吗 那个是我最大的反抗的一天 就是尽量 还是会放心 放重心在学业上 但是也会去演绎一些作品 带给大家 就是表演看 其实我在表演课上 我的就是 我是完全可以解放天线的 你看看起来 我可能不是那种 表演课上可能会是那种 就不敢上去演啊那种 但其实我在表演课上 我是挺放得开的 都挺喜欢的 老师之前不知过 让我们去就是 通过改变自己的人物形象 去演三个角色 选了一个乞丐 一个黄牛 还有一个学生 就我一出场的时候 都没认出来是黄牛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呢 性格上的改变 当然就是外貌上面的改变 应该是乞丐的改变最多 但是性格上的改变 我觉得应该是黄牛多 就那种坏坏的那种 特别流氓的那种眼神 自己记得还会期待 这种眼上去送你 不期待 就是我的问题很简单 为什么 我什么时候可以睡个懒觉 不是多少年 就是想都睡几次 其实会有一些听不懂 但是还是尽量去听吧 学校设这样的课程 这肯定有它的理由 存在嘛 就能听懂了就听嘛 对 反正也 没有事情 就尽量去上文课 哦 还好哎 主要就是在学校里面 也没什么压力嘛 感觉 有的有的有的 你办法就是这样啊 或者出去玩一玩 看会儿这样什么的 对于我来讲 18岁就是 慢慢成长的过程嘛 因为它也是 现在一个基本的开始 还需要很多的磨练 需要很多的学习 我其实小时候 是比较期待长大的 但是现在呢 其实也没有那么想长大 那时候会特别有这种感情 就想 小时候挺好玩的 就比较放松 长大了就很多事 没有没有没有 大家都是 刚刚这大一的学生 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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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